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A的第二个赛季 场均砍下22.9分11版3.2助攻1.8毛 各方面数据都是中锋顶级水准 除了有着华丽丰富的进攻技术以外 大地的内线护矿能力也是顶级水准 上赛季入选了DPOY选票前三 考辛斯和唐斯都有着出色的进攻能力 两人都已经练出一手三分 相对来说 唐斯的防守和侧应能力不及表内 霍福德则相对全面 进攻端机本攻扎实 传球能力一直是内线球员中的佼佼者 也有出色的防守 上赛季欧文海沃德报销后 霍福德一直扮演着绿山军轴心的作用 数据不能完全体现他给球队待阙的价值 格伯特则是专注防守 天然的内线屏障 上赛季当选DPOY实质名归 笔者个人认为这份榜单还算合理 不过绝金关推显然不乐意了 在推文底下 恢复了一张约基奇挥手的动图 白白 你自己玩吧 既然绝金关推不满意 妹妹BOLAXS也给出了为什么约基奇没有上榜的原因 上赛季胡人对阵绝金的一场比赛 小托马斯在一次进攻回合中 十分轻松血液的一步过掉了约老师 是的 约基奇堪称中锋版魔术师约翰逊 上赛季砍下多次三双 甚至创造了历史最快三双记录 但约基奇的防守也的确有些糟糕 绝金关推仍不服气 继续呼毒子吧 伙计们 这是一个吃裸裸的羞辱 多么有力的反驳 不过IT现在已经是我们队的球员了 在作者回复 你是小学生吗 后 绝金关推没有再继续搭理 今年休在期 约基奇以5年1.48亿的定薪合同和绝金完成续约 而小托马斯则是以一年200万笔新加盟呆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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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日は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